好来看到台中的这个铁道事故真的是蛮曲折的 有一辆这个南下的自强号列车 深夜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呢 有一个女的她看到了轨道旁边 有另外一个女的在那边漫步啊 马上赶快通报警方 但是六分钟之后这个列车就要经过这个地方 这个旁边看到这位现在大家叫她正义姐啊 赶快要跑过去要按下那个铁路的紧急按钮 却不小心摔了一跤 加上这个列车已经太靠近那个在漫步的女子了 来不及救人 让她迎面撞上当场身亡 自强号车头撞出了一个大窟窿 就在轨道上暂停行驶 因为火车撞伤一名女性 就在漆黑一片的现场 有民众募集事发经过 就在这里跌倒 募集车祸的女性民众尝试要按下紧急按钮 却踩空滑倒 错失救人机会 眼睁睁看着落单女子被自强号撞伤 声音还微微颤抖 女性民众全程募集火车撞人 瞬间心情激动的无法平复 时间就在16号深夜 这辆南下155次的自强号开到了彩中市 却在靠近三明路与建国路口的铁道上 撞上一名徒步行走在轨道旁的落单女子 车祸瞬间莉莉在目 正一姐骑车经过现场只差一步 还是无法挽回女子的性命 就算路过但宝贵性命一条 还是让她相当自责 中天新闻林梦璋台中采访报道